以前我性格不是像現在這麼的放鬆跟真 我們以前可能被教育的方式就是 你就算在累 你就算在壓抑 你也不能講出口 就是你好像你以前的團體 你一定要always給人家很正面 很陽光 我們就是要很正面的面對世界 怎麼樣 粉絲 但是稍微有點情緒不好 你要去掩蓋這個情緒 你不能讓人家覺得你情緒不好 但我覺得現在時代不一樣 就是你有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應該要學會去面對它 你面對它的時候 你才會有一個養分去告訴你的觀眾說 你怎麼去面對這個情緒 因為我覺得偶像不是只有說 你永遠都是帥帥的 永遠都是很正能量 就一定也會有別的規模 但是當小朋友看到你 小朋友也遇到心情不好 那他們遇到你的時候 他不可能覺得你永遠都這麼的光鮮亮 你也是人 你也是會有情緒 所以我應該是這幾年我才會 任何的情緒我都很勇敢地去展現它 然後才開始調整 才開始調整才開始可以享受 每一刻 因為我們以前就會覺得 我們不能很容易 不能犯錯 我覺得以前我們都忽略了生活 忘記這件事情 忘記 但反而會享受生活 你對於你的工作其實也是更享受 超享受 就是在每一個moment 但是因為你剛剛講說 你是偶像男團出生 對 從一出道到現在 然後到中間轉型成演員 對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有沒有覺得 誰給你很大的壓力 應該是我那時候給我自己很大的壓力 就你自己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因為 從一個 就像你講的 沒有生活的偶像演員 可是你變成要去詮釋這些角色的時候 你會忽然想說 我好像沒有經歷過這些狀況 對 因為偶像就是他沒有生活 嗯 他的生活都要貢獻給粉絲 任何的偶像團體 你們現在回去想 偶像的生活就是練舞 練唱 睡覺 練舞 他沒有生活 他不能談戀愛 他不能有個人的休閒時間 所以 那時候的我 離開了團體 變成一個人的時候 我不懂得怎麼生活 就變成是一個生活白痴 所以那時候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人家對你會有一個標籤 就是你就是偶像 你就是不會演戲 你特別低潮的時候 就是當人家信任你 相信你的時候 你表現不好 就當人家推薦 比如說推薦這句子 給你說 欸欸欸 邱惟神 然後一演 導演就覺得 還好 你特別 你就感受得到 那個時候真的是 回到家裡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面對自己 但是後來會覺得 算了啦 我就後來真的不要想那麼多 我管你那麼多幹嘛 我會其實說 我就是把表演做好 我享受當下 我也不要管說 你對我多少期望 你對我多少 那是你的期望 但不是我的 我只要把我該做的事做好 我就順起來了 但是因為你 其實入行蠻長一段時間了 有一陣子 對也拍了很多戲 然後也其實跟蠻多藝人一起相處的 對 為什麼算是全明星 算是你的一個代表作嗎 因為我覺得我其實 真的還不算出道過 因為我沒有代表 也沒有真的具體的戲 可是 我們就也不算代表作 就是只是有參與過 所以很多時候 在全明星的專訪 很多人問我 可能出道很久啊 或什麼 我其實真的覺得現在才剛開始 說實在說長也不長 這樣大概也過了 七一年了 對啊 有覺得比較低潮的時候嗎 有覺得很低潮的時候啊 之前那個低潮是 身心靈巨疲 對啊 就是去參加那個選秀節目 青春有你 然後 具體系列不聊 但反正就是在 錄製前三天 我準備了半年的表演 然後在前三天的彩排 我把腳弄斷了 我從舞台上跳下來就斷了 當時還沒有意識到 這件事情會這麼嚴重 所以當初你們在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黃鴻軒你知道 因為你是先定案的嘛對不對 所以你一開始就知道 你會演這個角色 可是你一直都不知道你的對手是誰 對 你那時候有期待嗎 每一次都很像在開一個驚喜包 因為像我遇到雨晨那一天 我先看了前面三個 三個衛簽 試了三個衛簽 忽然門打開了 我想說第四個衛簽來了 一看 哇 怎麼是你 對 對 那時候看到雨晨的時候 就是心裡有一些 好像看到親人的感覺 對 很複雜的感覺 真的很複雜 因為我們要試的那場戲 是蠻親密的戲 那一天已經試了四場 親密的戲 對 這什麼水性揚花 對 試戲方式 因為導演跟製作人他們在前面 他們要看搭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然後那個人符不符合 他搭在一起有沒有CP感 有沒有火花這樣 所以後來確定是邱宇晨之後 你心裡有什麼OS嗎 我在確定是宇晨之前 我每一天 每一天都發訊息給他 通知你的嗎 通知了嗎 是嗎 是你嗎 錄完了當晚 他就說確定了嗎 確定了嗎 我很急耶 然後我就說我不知道 但有可能吧 不然不知道不知道 然後他就很積極地說 我希望 我希望你可以上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也是感動他 很希望我們一起演的感覺 然後因為你們也要號稱說你們是 有史以來尺度最大的 頂刀天花板 我覺得那個尺度最大就是因人而異啦 但我覺得絕對是我們兩個接觸過影劇以來 情慾系的天花板 對 就是很很很 我拍戲的過程中我沒有這麼大尺度過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就說他們那天兩個人都只穿了寶貝帶 對那個俗稱是寶貝帶 一整天 對一整天 一開始覺得說好像算了 好尷尬好害羞 壞的時候算了 然後就開始走來走去 然後這邊去看夢 然後再來一次 然後就走來走去 我們兩個就幾乎躲著身體再逛來逛去 整體拍下來的感覺其實是蠻舒服的 我們那時候拍的當下我們真的是很享受 各種很自然的聲音都不現出來 都沒剪掉 所以就只有那一場比較親密的戲嗎 那場是最重的戲 很多場但是那場最重的 對那場是大家我們就是四川全裸的 然後身體有接觸 有接觸 所以嘴巴接觸這些已經 我們不只嘴巴接觸 我們不只嘴巴接觸 因為我們有到其他探索的其他地方這樣 好了邱與邱我覺得差不多了 而且重點是我們自己看完 我們一咬的時候 他說那你們來自己看一下 我們想說應該就這樣吧 對 結果我們一看我們兩個 哇 我們兩個不敢看 哇 而且好比說在要特寫他的臉的時候 沒有地方讓我躲 你說我躲在哪 躲在我的下面 就正下面的下面 我整個頭塞在正下面 我躲在那裡才能有動勢出來 我雙皮長長吃幾公分 一百七十公分 兩兩顆 手怎麼那麼短啊 一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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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七啊 差五公分還好嗎 差十公分 差十公分 好 拿錯 拿錯 你知道 牆壁眼睛膝蓋的英文怎麼說嗎 不知道不知道 答案是 我愛你 我愛你 你知道我最近想要換什麼造型嗎 換 拳法 拳法 拳法個屁 沒有你不行 不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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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